嗨 大家好 我是Rose 石金霞 刚才我说要说那个外国有人的事 那个视频太长了 所以我单独再讲一个 我这是一激动啊 我就忍不住提高声音 其实我现在已经有一个领家的话筒 我不用那么大声了 但是真是一激动我就控制不住自己 真是哀声叹气 这个没办法 说说这个外国有人的事 可能大家也听了 不知道你们听了没有 就是一个德国人在上海 这个居委会请了个翻译给他打电话 就是让他去方舱 然后他说他不去 然后非常愤怒 就是说你们怎么这么荒谬 这他妈的简直就是笑话 简他妈的国际笑话 你们这不是我的问题 是吧 我已经 我阳性的时候给你们这个CDC打电话 你们呢就不管我是吧 然后我阴性了 你们他妈的要让我去方舱 我他妈去方舱干嘛 是吧 然后你们你们不要这样 你们这样不要这样做 我这已经连受我们这个国家的大使馆了 是吧 这个是在国际上都没有像你们这么做的 简直他妈的是个笑话 连续的反复的讲 然后那个翻译说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不知道 你不懂你不能理解 哎呀这个德国人英语还挺好 这个我是听了两遍 感觉这个德国人的英语 这个我听起来比听中国人的英语更好懂一些 因为他更准确更流利 哎呀这个也没有特别复杂的这个词 这真的是啊 这些老外啊 他们算是见识了 这个尝了尝铁拳的滋味啊 我估计呢 这个事结束了之后 他们肯定是会回国了 不会再留恋这个中国的这个美食啊 是吧 便利啊 是吧 可能真的这些东西 人权得不到保证 我管你是哪国人呢 是吧 我管你是德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是吧 所以你看 美国的美国为什么撤离了 是吧 走吧 是吧 36G走为上策 那这个韩国的留学生为什么走啊 是吧 为什么要回家呀 这不回家 这怎么办呢 这太 那大学里边那是直接就封在那个宿舍里啊 你想想啊 多少学生心里会出现问题啊 哎 那么然后呢 我听那个德国人呢 就是那种愤怒啊 Fuck fuck 不听 我一点都不奇怪 为什么呀 因为我前几天啊 就是在上海就刚刚发生的这个事的时候 就是四月初那会儿还是还是还时间不太长的 的时候 哎 真的我是实在是啊 就是呢 对 就是那个发生了那个母婴隔离啊 这个啊 这个事之后啊 那当时我觉得这简直是法西斯的暴行 比法西斯都有过而无不及啊 是吧 但是我们 但是 哎 这的确超出我们的这种善良人的这种 呃 想象啊 这种可以看到人 人要做起恶来是没有底线的啊 呃 这没有罪只有更啊 真是 然后呢 我当时 我也不是想和我男朋友讲啊 就是 是 说起什么来了 然后对啊 就说起那个 呃 回家啊 就是对我给他看那个 看那个我家里的照片发给他 呃 然后呢 呃 然后我就感叹了一句啊 我说 哎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然后他就说 嗯 怎么了 是吧 那个 然后我就说哎 怎么怎么怎么样啊 是吧 就给他讲了 点这个事 然后呢 呃 他一他一开始啊 他就他 他以为我是在那个 他说是真的吗 你确定 因为因为他知道我也没在国内嘛 他说他以为我是被骗了 我说 当然是真的了 他说 你真的确定吗 他就他反复问了我好几遍啊 就是说 这个 呃 就是 就把人们都送到方舱 然后 这个 一个奥米克戎 因为我男朋友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 就也感染过奥米克戎 就两天就没事了 啊 然后 他说 这不就是一个感冒吗 怎么还要去方舱 是吧 怎么怎么样 然后 然后我又说 我说还有呢 我说把那个 孩子和妈妈都分开 他说 他说 真的吗 他又是真的 他不信啊 然后我说 我就 我说是真的 我说我干嘛骗你 我说 我就给他找了照片 啊 然后还有那个视频发给他看 然后呢 然后我就 我就给他解释 因为发视频 他也不懂中文嘛 是吧 也没有字幕 我就给他说 视频里边人们在说什么 是吧 在喊什么 然后他就没声了 没音了 那是在那个下午 呃 五六点钟 呃 然后后来大概到了 这个晚上八点多吧 那我 我们俩没在一个城市啊 就是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他比我呢 那个 呃 要 呃 就是 要 要 要 更 更晚一点啊 就是我这边八点多 他那边九点多 啊 然后 呃 到八点多的时候啊 七八点 我这边七点多的时候 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个信息 他说太累了 他说我那个 明天还要去 早起啊 去上班 我先睡了啊 晚安 啊 我说那你晚安 是吧 然后 结果呢 等到晚上 十点多 我这边十点多 他那边都十一点了 然后结果呢 他突然给我发了个消息啊 晚安 回了我一个啊 晚安说你要早点睡 哎 我就说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 我说你是那个 那个 就 起来上厕所吗 还是 还是怎么回事 他说 我睡不着 失眠了 然后 然后 然后他说 你今天吓到我了 你给我发的这些事 让我这心里太痛苦了 然后我就睡不着了 然后呢 这个 哎呀 这些信息太多了 他说 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没有再吭声 他说我消化不了 哎呀 我这是真的很抱歉呢 真的是啊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跟他说了 我再也不跟他说这些了 真的 可以想象 这单纯的外国人啊 就是他们 从从小在那密罐里生活 他们哪受过这个呀 他们哪看得了这个呀 是吧 哎 说实话呀 就是说现在在我们这个中国 其实不仅是上海 别的城市也都发生过 只不过他们没有 没有发出声音来 没有持续不断的发声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别的城市可能没有像上海这样 毕竟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 能够引起整个的这个国际社会的关注 现在 你现在你想啊 这个每个国家都关注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很多人在上海呀 有的国家人的多 人口多的话 可能有几万人在上海 你想想 这不是个小数目 更何况你在这个 这个民主国家 就一万人 一千人 一百人 十个人 一个人 在人家那个国家 那也是人 那你想想加拿大那个时候 那两个人 被中国扣留做人质了 人家就要 要把这两个人救回去嘛 对不对 那你 你跟中国不一样啊 是吧 人家是拿人当人啊 所以他们哪受得了这个呀 哎呦 所以我就再也没跟他说过了 再也没跟他说过了 真的是 现在其实啊 我看我有很多人说 那个移民移民 有的人谈那个婚姻移民啊 说实话 现在婚姻移民都挺难了 真的 就是人家 海外的人都 尤其是外国人啊 人家 就 就是 特别是你 你在中国啊 就是啊 你如果是在这个国外的话 还好 是吧 但是你如果你在中国的话 人家真的就不会愿意 说和你谈恋爱吧 和你结婚吧 你又出不来 是吧 然后 如果要办婚姻移民 人家还得到中国去接你 人家现在 所有正常人的思维都知道 中国是一个特危险的国家 进去了 可能出不来了 哎呀 你想想这个 这个国际形象 遗落千丈啊 说实话啊 这种影响 对我们这个 每个人都不利 真的 对每个人都不利啊 你出国的人 要出国留学的 要出国找工作的啊 甚至我刚刚讲的 想那个 婚姻移民的 是跟外国人谈恋爱的 是吧 哎呀 然后这个都都增加了难度 真的啊 然后呢 像我们在海外的 应该确实也要 格外的要注意一下 自身的安全啊 但是我的感觉还好啊 我女儿在上大学 也也没觉得就是说 没有这种歧视啊什么 但是肯定会有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遇到啊 是的啊 就是因为你哪个国家 都有那人性差的 有那人性好的 要看你在一个 什么样的环境里待着 你在哪种情况下 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人 是吧 但是总之啊 这种国际影响啊 这个国际影响啊 变成国际笑话 这个 这个 哎呀 变成这种啊 这种 不仅仅是说 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 什么撤资啊 什么的 那 撤资其实人家早就在撤了啊 只不过这个 这肯定是加速了啊 然后啊 报客很多方面啊 都受影响 再有呢 你看哈 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 就是 现在在上海的外国人 他们也必须要加入 这个微信群啊 这个团购大军 我之前不是曾经讲过 那个开玩笑要吃黑人的 是吧 把七楼的黑人吃了 那个笑话 哎 我就说 那个玩笑啊 是吧 吃人的这个玩笑 是很饿俗的 还有人在我这里杠 是吧 哎 说这不饿俗啊 这是 这是 饿到一定的程度 就得吃人 是吧 这个我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去看我那个节目啊 我会坐在片尾的 那么 这个不仅有吃人 还有杀人啊 对啊 就是 这个微信群啊 你看啊 因为 老外基本上 就是因为他们啊 就是英文嘛 就是中文 还对他们来讲 很难学的啊 所以他们 就是在微信群里 他们必须得要靠那个微信的自动翻译 微信的自动翻译 其实呢 就是有的时候会出很多很多 这个笑话的 你比方说这种翻译啊 说 说这个各位宝宝们下午好 明天下午一点公寓会安排消杀工作 如果有需要入户消杀的宝宝们 请微信与我们沟通哈 这都很饿俗 什么宝宝们 什么大白 什么亲 是吧 谁是你的宝宝啊 是吧 你是谁的大白呀 是吧 你跟谁叫亲呀 亲呀 是吧 我最讨厌这种说法 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巨英化的 那么然后就是把你巨英化 然后表现他变成你的保育员阿姨母亲爹 是吧 所以大家真的真的 我们要反对这种语言的污染 好 不多说这个了 关于语言的污染 我前面有做过一个节目 我也放到片尾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没看过的一定要看 看过的可以重温一下 那翻译成英文呢 用微信自动翻译 翻译成英文是什么样子呢 我就用我别角的英文 给大家读一下 翻译成英文是这样的 Good afternoon Tomorrow afternoon at one o'clock apartment will run the killing work If there is need to kill the baby in the house Please communicate with us through WeChat 怎么样 你说外国有人看了是不是吓尿了 是吧 这怎么办呢 是吧 这怎么办 我还要 我还要 Kill Kill baby 是吧 那要吃我们的 baby吗 是吧 然后呢 还有呢 你看说 说各位住客 今日消杀已完毕 然后翻译成英文是什么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killing is over today 天哪 你说这是不是要吓坏了 是吧 然后呢 还有还有啊 就是很多很多 我就我就不这个 比如说这个啊 说回去迅速消杀 自己做好消杀 翻译成说 Go back and kill quickly kill yourself 今天烧完了 还没轮到你呢 是吧 然后呢 你回去自己了断吧 哎 哎 行 行吧 我就说这么多 是啊 你说 不管怎么说 我们呢 都是中国人啊 就是说 我们是 都说使用汉语 我们说汉语 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 那里有我的 这个所有的童年 少年青年中年的记忆 我今天收拾东西啊 然后还看到 我的这个 一个小包 哎 我都不知道 这小包里是什么 我就把它打开一看 一个钥匙串 上面有一个门禁卡 刷卡的 然后呢 还有两把钥匙 一把钥匙应该是信箱 一把钥匙是门 就我家里的钥匙 然后还有一张公交卡 哎呀 真是要哭了 山山泪下了呀 倒不是说我想家啊 这个 我到哪儿 哪儿就是我的家 是吧 而是 有一种 物是人非呀 因为 我这把这两把钥匙 这个门禁 这个刷门禁的这个 还有这个公交卡 我知道可能我永远都用不上了 我都没希望我还能够 哪怕用上这个公交卡呢 是吧 因为钥匙门禁我是用不上了 因为我房子已经卖掉了 当初2020年 一月几号 六号还是几号 当我关上房门那一刻锁上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我再也不会回去了 我没有想到我再也不会看他一眼 然后就会把他卖掉 真是 那本来是我 本来是我 买下来准备 度过自己晚年的地方 但是没有办法 我的晚年就要在这个 在美国度过了 对 其实那房子真的是一直都不想卖的 就是说我即便在美国生活的话 我也是本来也是有一种美好的愿望 就是想着我在美国生活几段时间 是吧 每年回去度个假 然后自己有家 是吧 然后就是真的 后来这种形式啊 急转直下 这样子 只能这样了 这就要涉及到另一个话题了 就是 你们在国内的朋友们到底要不要移民 是吧 那你要移民应该怎么办 是吧 这个话题我一会儿再给大家讲一个 因为我今天已经录了一个关于移民的 就是让大家移民一定要三思 就是润学它不是一件浪漫的事 它是一个这个你需要理性的严肃认真的思考 来下决定的一件事 没有听过的可以去听一下 我会放到那个评论里边把链接 OK 不管怎么样啊 有生活其实去留啊 都挺艰难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呢 最好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呢 你想做什么 有什么决定 你可以大胆放心的去做 去努力 它能不能实现 你的愿望能不能实现 你呢 把它交给上帝 对 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 那你就是呢 这个 七分天注定 三分靠大拼 对你最好是这样三七开 就是你不要过于的自信 就觉得说我必一定要成 这个很多事情呢 不是你想成就能成 但是呢 你要怎么样呢 就是事事 我曾尽力 那成败不必在我 有信仰真的是很好的 你像我有信仰啊 我就能够 就是你看 无论我说讲什么样的事情 怎么样 我愤怒也好 我这个 这个 伤心也好 我动情也好 是吧 那你看 我都不绝望 为什么 因为我有信仰 如果你想看到 一个基督徒的见证 我觉得你看到我身上 应该能看到 一个基督徒有信仰的话 他就不绝望 至少 我不是完美的人啊 我有很多缺点啊 很多弱点 每天都在犯错 也是啊 但是你看 我永远都不绝望 我回头是要给大家 再讲一讲我的 这个 成为一个基督徒的 我的见证啊 然后 我之前有讲过一个 大家如果没看过 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复活节 我的这个 见证神迹 我也放到那个 评论里边 因为篇尾放不下了啊 OK 祝福大家 祝愿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 祝愿大家呢 想留的就踏踏实实的留下来 啊 好好的过日子啊 想乱的 想走的 是吧 啊 那就勇敢的 开步走啊 勇敢的去面对一切 未知的啊 一切未知的东西啊 那里边 有危险 是吧 有危机 啊 但是呢 他也有机遇 啊 他也有 无数种新的 美好的可能 一切呢 啊 我们都 交托给上帝 上帝会把最 最好的 给我们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